1918年3月23日 巴黎的一个美好清晨 随着塞纳河的雾气逐渐消散 这座繁华都市的街道上 逐渐被熙熙攘攘的人流填满 然而一阵持续不断的沉闷轰鸣 从远方传来 打破了这片祥和的氛围 对巴黎人来说 炮声是再正常不够的事情了 就在两天前的3月21日 德军发动了春季攻势 在五个小时内 向圣康坦地区60公里长的战线上 清洗了超过350万发炮弹 当晚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正在法国北部视察显现的 文斯顿·丘吉尔 被隆隆的炮声惊醒 他在日记中写道 正如钢琴家的双手 在键盘上从高音到低音一样 不到一分钟 我有声以来听到的 最庞大的炮火声就响起了 德国人的炮火扫过我们的周围 像一道宽阔的 跳跃着的红色火焰 这是英法军队经历过的 最猛烈的轰炭 德国的重型火炮的轰鸣 连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 萨塞可思都清晰可闻 对距离前线不到100公里的 巴黎人来说 爆炸和死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即使是德国火炮 无法触及巴黎城 航空轰炸巴黎人见的也不少 然而3月23日清晨 巴黎街道上的轰炸 似乎和以往有些不同 巴黎市民们 既没有听到防空警报的尖叫 也没有听到炸弹坠落的声音 一团明亮的火光 就在纳塞河畔爆裂开来 只留下碎了一地的玻璃橱窗 虽然没有人受伤 但许多人还是被吓了一跳 胆子大的巴黎市民 聚集在爆炸现场 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个奇怪的炸弹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群叽叽喳喳的巴黎人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刚刚见证了历史 因为击中巴黎街道的 是史上第一个 从平流层归来的人造物体 巴黎大炮的炮弹 巴黎大炮又被德国人 尊称为威廉皇帝炮 炮如其名 从一开始 这门炮就是德国人 专门用来攻击巴黎 威慑法国人的 落在巴黎街道上的炮弹 也的的确确为早春的巴黎 蒙上了一层恐怖的气息 尤其是那些负责保卫巴黎的官员 更是陷入了迷茫与慌乱 迷茫的是 经过再三确认之后 东部防线并没有被德军突破 巴黎防空部队司令 更是独咒发誓 巴黎上空绝对没有出现过 哪怕一架德国轰炸机 而令巴黎城防部队混乱的是 爆炸还在继续 每个十几分钟 就会有一枚炮弹 随即落在巴黎的某个街道 或者民房上 在两个小时内 六次爆炸 共造成了九人死亡 十七人受伤 巴黎城中开始谣言四起 一边大骂防空部队 是一群废物 另一边则在怀疑 德国佬是不是已经 兵临城下了 时间到了九点 第七次爆炸 落在了巴黎近郊的沙地勇 当局终于决定 拉行警报 引导巴黎市民避难 随着人们纷纷 躲入防空洞和地窖 在爆炸现场回收的弹片 也被送到了炮兵办公室 实际上 在爆炸刚开始没多久 巴黎的一些专家就确信 这些从天而降的爆炸物 是火炮发射的炮弹 而不是航空炸弹 办公室桌子上的这些碎片 也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这些弹片的材质 有钢有铜 钢片上面细细的凹槽表明 炮管中有64道弹线 其中一枚碎片内部 共有裸口 显然是用来安装炮弹引信的 经过一番计算和测量 巴黎的专家们得出结论 这是一枚8英寸左右的炮弹 上面装有一个或两个条形弹带 很显然 它是由线堂炮发射的 但定专家们不解的是 这枚炮弹的侧壁过于厚了 作为一个8英寸级的高爆弹 它最底部的侧壁厚度 超过了2英寸 而作为对比 同期营军使用的8英寸高爆弹 最后出现有1.25英寸 几后的内壁 给法国人指出了两个可能性 第一是钢材质量不过关 德国的冶金工业倒退回了1865年 而考虑到前两天 德军还在前线恐怖烂炸 这显然不太可能 第二则是这枚炮弹 来自于一门糖压特别高的火炮 糖压越高 在炮弹材质不变的情况下 就需要更厚的外壳 保证炮弹不会炸糖 而高糖压带来的好处 则是作用在炮弹底部的推动力变大 推动力越大 就意味着炮弹的出速越大 巴黎的专家们 将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转交给了土耳的军械局重炮部门 这是一群专门研究 大口径火炮的专家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 他们推测 这些炮弹极有可能 来自于100公里以外的 德军防线内部 但是100公里怎么可能呢 21世纪的我们 对各种火箭增程弹药 已经非常熟悉了 100公里的射程 算不上奇闻一事 但是对于1918年的一战战场来说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些有经验的军官 行到了安德鲁诺布尔爵士 这是一位英国的物理学家 着研究弹道学和火炮 30年前 诺布尔试制了一门 拥有极高腾压的6英寸炮 让炮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出错 但它的射程 也从来没有超过50公里 与此同时 几个军官开始在地图上 标注炮炸的位置 按照炮兵的经验 寻找这门大炮是从哪来的 他们把目标锁定在拉昂市附近 这是德军前线的一个图书部 距离巴黎最近 直线距离大约120公里 半个月前 法军曾对这个地区 进行过航空侦查 拍摄的照片中 出现了两条新的铁轨 如果是架在铁轨上的列车炮 一切就说得通了 炮兵办公室的军官们 很快就把铁轨照片 地图和爆炸碎片联系在一起 得出结论 巴黎正在被一门 8英寸的新型列车炮轰炸 不过当天法国的报纸上 并不是这样写的 巴黎官方的新闻声明说的是 街道上的轰炸 来自于德国人的高高度轰炸机 他们突破了防线 溜到了巴黎上空 我们应用的法兰西飞行员 立刻起飞迎敌 并将这些德国蛮子的飞机 驱逐了出去 请市民们不要担心 然而巴黎最藏不住的就是秘密 到了星期天上午 爆炸再次回想在巴黎的街道上的时候 全巴黎都知道了 这些炸弹根本不是航弹 而是来自一门巨炮的炮弹 这边巴黎新闻界忙着掩盖事实 那边的炮兵办公室已经盲成了一团 新闻管制确实有效 但是天天挨炸谁也受不了 他们迫切的想找到这些炮弹的来源 通过对德国人火炮落点的分析 法国炮兵专家们发现 这些炮弹爆炸的装置十分规律 从巴黎东北到巴黎西南 呈现典型的火炮落点分布 法国知名飞行员 DDI达拉特临为寿命 在短短几天之内 冒着德国人的防空炮火 找到了三处一次巴黎巨炮的 德国火炮阵地 法国人前线的340毫米列车炮 根据坐标指示 炮击了距离最近的巴黎大炮阵地 另外两个稍远的泽欧飞机进行轰炸 但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止 德军的大炮继续开火 而持续遭到炮击 对巴黎这座灯火之城 乃至整个法国的士气 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3月27日 巴黎这几个主要火车站 都排起了长队 市民们纷纷逃往乡下避难 生怕被炮弹砸到头上 毕竟普通的火炮 一般都是用来炸重要的军事目标的 而德国人的 缺德大炮的覆盖范围 是整个巴黎 谁也不知道 它的炮弹会飞到哪 德国的将军们 也很清楚这一点 时任德军最高指挥官的 鲁登道夫写道 在战斗期间 我们用射程120公里的火炮 从拉昂附近轰炸巴黎 这门大炮 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技术结晶 可以肯定的是 克鲁波董事 拉森伯格的这一杰作 给巴黎乃至全法国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巴黎大炮 沉重地打击了巴黎的士气 但此时的德国 早已是强怒之末 百万美国远征军 已经云集法国 德国国内的反战运动 也在不断冲击着德皇政权 内忧外患之下 德国人很难再前进一步 进入八月 协越国的百日攻势 成功地将德国人逐出法国 在驿站的最后关头 为了不让巴黎大炮 落入协越国手中 德国人将这些巨炮 运回了德国 将其销毁 协越国并没能缴获 任何一门 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 巴黎大炮逐渐成了一个传说 虽然许多人 还留存着巴黎被炮击的记忆 但它的具体资料 却似乎在岁月的冲击之下 消失了 人们只能从一些 总结性的报告中 了解到法国人 面对这些 不知名炮击时的惊慌 直到20世纪 80年代的一天 人们从固执堆里 找出了一叠泛黄的笔记 这些笔记的作者 是鲁登道夫提到的 前科鲁博董事 知名的数学家 和武器工程师 伯利茨 劳森伯格博士 而他恰好是巴黎大炮的设计者 在他晚年的笔记中 详细地介绍了这门巴黎大炮 因此我们才能在今天 对这门大炮 有一个管中亏报的了解 从照片上来看 一样的炮管 也确实是这门炮的最大特色 也大有来头 首先巴黎大炮的炮管 并不是专门建造的 而是对一些老炮管的废物利用 它来自于一批 腾线磨损了的 38厘米SKL45舰炮 也叫马克斯炮 或者长马克斯炮 最初是作为 巴伐利亚级战略舰的主炮设计的 随着一战爆发 德国人发现 面对大英强大的皇家海军 自己作为后来者 很能在水面战斗上 占到英国人的便宜 因此德国人决定从水下出击 使用幽艇在公海上封锁 攻击英国的商船 破坏英国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 由于工业产能 被优先移交给水下小人 巴伐利亚级的优先级被一再延耗 原计划中的四艘被砍成两艘 只有巴伐利亚号和巴登号服役 但是在建造计划宣布取消的时候 海军尴尬地发现 克鲁伯效率太高 已经造好了萨克三号和福腾堡号的主炮 反正下雨天打海了 闲着也是闲着 这批炮被德军拆开 进行了一系列改装 变成了固定炮台和列车炮 用于轰击法国人的要塞和壕沟 正是这些重型工程炮的骑士 拉开了1916年 凡尔登战役的序幕 这些工程炮弹线磨损 没办法继续使用后 又被克鲁伯拉了回去 由劳森伯格博士亲自出马 再次废物利用 把它设计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巴黎大炮 巴黎大炮炮弹的飞行高度 约为40公里 飞行时间三分钟 为了保证设计精度 高爆炸药推进机 以15摄氏度的恒温下 储存在火炮阵陆附近 由于唐压和炮弹出租过高 巴黎大炮每开一炮 就要重新测量炮堂的直径 计算唐压并校准火炮射表 前面我们说到 火炮的唐压决定了炮弹的出租 但是巴黎大炮的唐压 在2000摄氏度下 来到了恐怖的480M帕 这是什么概念呢 大和号上的460毫米主炮 大家想必都听说过 它可以驱动1.4吨重的 91尺穿甲弹 在32公里处 跨射白平元号 它的唐压也不过320M帕 达不到巴黎大炮的三分之二 这样的极端压力和温度 对克鲁伯的炮管寿命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拉森伯格并没有直接 使用原来的炮管 而是将这些炮管的内部产平 又塞进去了一根8英寸的炮管 因此巴黎大炮的口径 并不算大 只有211毫米 但它的炮管总长 达到了惊人的37米 这是为了增加炮弹 在火炮内部的加速时间 而在这37米当中 31米是限塘 剩下的6米是滑塘炮管 这是因为巴黎大炮是限塘炮 炮弹在出塘时 会向一个方向旋转 这会轻微地改变炮弹的方向 造成小小的误差 虽然在一般射程几公里的火炮上 这点小小的偏差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于一个射程 超过120公里的旁人大物来说 即使是一点点的边差 都会在落点处被无限放弹 此外 巴黎大炮每开一炮 炮弹和炮管之间的间隙 就会变大一点 这就导致了压力的泄漏 为了保证巴黎大炮 具有足够的糖压 让它能达到120公里以外的城市 拉森伯格在巴黎大炮上 采取了两个措施 其一是给弹带编号 所谓的弹带 是炮弹外壳上的一圈金属 一般是铜或者铅 这座软质金属 一方面是为了让炮弹 在糖中旋转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密封炮糖 不让压力泄露 弹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现代的大口径火炮上 同样有弹带 但巴黎大炮上的 每个炮弹的弹带厚度 都有轻微的不同 它们被编上了续号 续号越大 弹带厚度就越大 在攻击巴黎的过程中 炮弹必须严格按照续号 从小到大依次发射 并且逐步增加发射要的量 这样才能保证密封性 从而确保巴黎大炮内部的 糖压一致 而另一个措施 则是通过测量糖压 来修正发射药的使用量 1918年 世界上还没有压力传感器 拉森伯格使用了一种 名为克鲁伯测量弹的装置 本质上就是一根精密标定的铜柱 它的一侧被安放在炮堂内部 用来测量火炮的糖压 每次开炮 炮兵就要用千分尺 仔细测量它的长度 然后根据铜柱的压缩量 查表确定糖压 对大炮的装药量进行修正 不过即使是这样 巴黎大炮的精准度 也不能令人满意 基本上只能做到 让它打东 它不会打西的程度 炮弹的精准度 虽然不重要 但是在这个距离上 连地球自转 也会极大的影响炮弹落点 而除了克里奥利利的影响 拉森伯格在开发 巴黎大炮的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炮弹的落点 比它想象的还要远 在地球上 阻碍炮弹飞行的最重要因素 就是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和空气的密度有关 离地高度越高 空气越稀薄 空气阻力就越小 拉森伯格惊奇地发现 当炮弹的飞行高度 超过某个值后 它的射程会突然大大增加 如果不是有人在天上 推波助澜 就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地球的大气 突然变得特别稀薄 大大减少了空气阻力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 巴黎大炮的炮弹 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进入了平流层的物体 而在平流层中 较低的温度和空气密度 使得炮弹的能量消耗更小 因此能够飞得更远 后来的许多飞机 例如协和式超音速客机 或者是SR71黑秒侦察机 也都会选择利用平流层的特性 来节省燃油消耗 从炮兵的领域上来说 巴黎大炮并不是一个 特别成功的武器 它又重又大 炮管寿命很短 每发射65发炮弹 就需要反场重新安装内管 最大的问题是 巴黎大炮的精准度 实在是不敢恭维 也就是巴黎城市够大 换个小点的城市 都有可能会打歪 但它的的确确 是一个工程学和科学的奇迹 以至于始至今日 巴黎大炮仍能在射程 最远的大炮排行榜里 享有一席之地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